鹿骨香生活茶會的新春茶會 在小半天夢中竹林盛大展開 大家邊泡茶聊天 一邊聽著現場演奏的歌曲 讓來參加的民眾都覺得很享受 今年呢特別拉到我們 就是小半天最出名的竹海裡面 那我們希望就是在 這一個環境裡面 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讓接下來新的一年呢 可以讓我們會員 有更好的一個感受 我覺得那個意境很美啦 就是說他們很講求 這個去升華 這個茶道這方面 在鹿骨香農會的輔導之下 不管是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 還是在各大活動中 都可以看到鹿骨香生活茶會的身影 在新的一年 大家也有新的目標 想要一一完成 長大之後再回到茶香 做這件事情 就是把新的元素加進來 就是世界很有意義的事情 今年的話我覺得 主力是在放在 也是南投茶博覽 就是想要把茶博弄得更不一樣 茶藝師的評鑑啊 或者是小小泡茶師 當然還有我們一年一度的 這個南投世界茶博覽會 很多的活動我們也都需要 我們生活茶會的人員來幫我們做支援 對我們鹿骨香的一個茶產業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鹿骨香生活茶會就像一個大家庭 大家互相交流茶席的相關知識 就是想要提升當地的茶藝文化氣質 我們考取了茶藝師證照之後呢 我們就加入世建會的義務指導員 然後就到我們的鹿骨香內的國小 去教導小朋友學茶藝這件事 然後希望長大之後跟朋友 他也能介紹說 我們鹿骨是茶香 歡迎你們來鹿骨喝好茶 我加入生活茶會大概十幾年的時間 那生活茶會一直以來呢 跟地方呢都一直有結合 參加生活茶會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就是每年大家就是相聚在一起的時間 然後各個互相幫忙 然後呢可以在自己對茶知識方面呢 做到一個相對的提升 透過新春茶會鹿骨香生活茶會 也期待新的一年 可以繼續將南投縣的茶藝文化 推廣給更多人知道 接著隨便南投縣 採訪報導